下面咱就进入到今天的课程 那么咱们今天要给大家进行讲解的知识点 叫正德表达式 讲一个知识点的时候 你不管怎么说 你得从心里边 你得明白学这个东西的目的 那么咱们学正德表达式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在实际开发的过程当中 经常会遇到数据的处理 举个例子 用户接下来想要输入一个新的用户名来进行注册 我怎么来防止这个用户 输入这个用户名 是我要求的规范 举个例子 你在某个网站 你输入一些新的用户名的时候 他会要求什么英文字母 输入下发线 对吧 要求有多少份 请问这是不是一个规范 那么这个规范 其实在程序里边去操作 去防护 去保证 它是按照这个规范去做的话 那么这就是一套规则 这个规则咱们在程序里边就称之为正德表达式 首先说什么 正德表达式呢 这一套规则 在很多种语言里边都通用 这语言里边 C加加 Java GS 就是你所听过的那个叫JavaScript 像这种叫GS 以及Python 以及PGP 以及Ruby 这些语言里边 它呢都是通用的 也就是说 咱们今天所学的这个正德表达式呀 这一套规则 它不仅可以用在Python里边 你将来学前段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正德表达式用在前端 及GS里边 也可以 所以甚至是你以后未来呢 学了一种新的语言 那么你考虑用的新的语言 基本上都通用 那么有意思吗 那么这个规则 咱们就称之为正德表达式 用来干什么呢 第一个 我可以防护来检测用户是否买到我的需求 第二个 我可以从网上 我可以从网上当写数据来之后 我通过这个规则快速的找一些数据 打个比方 就像昨天我给大家说的 我接下来想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爬虫 其实你昨天写的那个 那个用G问他来做的那个程序 其实呢就可以称之为简单的爬虫了 只不过这个爬虫呢相当简单 你让他爬什么 他爬什么 爬完了就完了 但是呢有个特点是什么呢 咱们昨天是第一个先找到某个图片的 这个链接就是地址 先找到他的网址 就是什么http 冒号斜杠 斜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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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com下的 下的什么下的什么下的什么 登登登 点GPG 昨天咱们是不是见过类似的东西了 昨天咱们是通过手动的方式呢 来去找到一个图片 他对应的网址 然后接下来把它放在程序里面去做的 真正的在去爬虫的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你这么做是相当麻烦的 你怎么做呢 你只需要把一个网址 扔给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呢 他就应该有能力 把整个网址里边 所有的页面的图片全找出来 打个比方 这是一个新的页面 这是一个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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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多图片 每一张图片上面的都有一个网址 那么我怎么才能快速的 把这个网页里边 所有的网址给提出来呢 就是今天咱们要学的正的表达式 正的表达式一般用的两种 第一种 判断用户的数据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第二种 从网上拽一些数据来 解决说特别咱们用的这个大量的场景 就得以爬虫 后面咱们去爬虫的时候呢 咱就大量的应用正的表达式 正的表达式 插帕子 以及什么什么东西后面都有 那么通过一种规范 来去找一个网页当中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的网址 你懂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要么判断用户的数据 要么从网上拿下来的数据进行清洗 我想得到一些主要的数据 那么这就是用正的表达式 这个东西 这个规范 不仅在python里边 其他语言里边也分装 就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只不过有那么一点点 不一样的语言里边 再去处理这个正的表达式的时候呢 它不一样 penthon里边去处理正的表达式的时候 基本上使用的方式是这样的 第一个 导入Ie模块 就是regular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一个英文单词 一个前两个字 导入Ie模块 Ie模块里边 有个东西呢 叫做match 就是Ie模块里边 有个东西叫做match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地方的导入 是fromIe importmatch 那么接下来你这个地方 就直接可以match 懂我意思吧 那么我如果是这么导入了 那么我就用Ie模块里边的match 来去匹配 把咱们今天要学的正的表达式 放到第一个盘数里边去 第二个盘数就放上 你要判断的那个数据了 你要处理的数据了 你懂我意思了吧 Pyzen里边 咱们学的正的表达式 怎么去应用 体现出正的表达式的作用来 把你所学的正的表达式放到这 那么最终 这个盘数 或者是这个类 只要它生效了 那么将来它就会繁殖 咱们接下来再进一步的操作 这个返回值就得到咱们想要的东西了 你懂我意思了吧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既咱们学的正的表达式放在这 Pyzen里边就可以生效了 有可能换一门语言 那正的表达式将来就不能用match了 有可能换成其他的函数 或者是换成其他的类 它的过程是一样的 但是呢 使用的函数有可能不一样 这么说那没办法吗 也就是说咱们学的正的表达式 这个规范 其他语言都遵行 Pyzen里边是这么用了 那么咱们学完了正的表达的时候 刚刚我说过了 不仅可以去判断 一个用户数据数据 还可以从网上拿下来的数据 进行去提取 这都是可以做到的 甚至是你可以从一个文件里边 去判断一下 你想要得到这行数据 是否是以什么什么开头 或者说这行数据里边 是否会包含某个数据 这都可以实现 说的更痛苦一点 我从网上当下了一篇作文 我想知道这个作文的作者是谁 那这个作者呢 他要么有手机号 要么有微妙地址 一般是不是就有这些东西了吧 我就可以按照我这个规则 从一万个字里边 甚至十万个字里边 快速提取 这就是正的表达 好了 Pyzen里边就怎么用 大体能力也为止了吗 好了 咱们先我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么怎么用呢 首先第一点是什么 正则表达式呀 它是一个通用的方式 也就是言维之意识 你不仅可以在Windows里边 Mac里边 Linux里边 甚至是你不一样的语言里边 都可以用 懂我意思了 那所以说呢 在这个地方 因为呢 我过一会的时候呢 写一些正则表达式 我就把它保存下来 到时候我发给大家 所以说呢 我今天呢 我就在我的Mac里边写正则表达式 就是这个道理 我给大家说一下 乌班图里边的终端里边 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无非呢 我在Mac的终端里边 是一样的 好了 怎么用呢 第一步 你把你的终端里边 iPad3开下来 第二步 干什么了 import import i1模块 导入i1模块 导入i1模块 之后干什么了 i1.match 他就可以用正则表达式了 那么正则表达式 说的直白一点 能够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注意听懂吗 今天咱们写正则表达式 通常我的要求是 你在前面 不是写正则表达式吗 正 正则 正 正则表达式 然后第二个 需要处理的字符 那么在前面 我加个组织 这个位置 写正则表达式 这个地方 需要处理字符刷 能力也维持了 那么加怎么做呢 r1.match 咱们来一个 正则表达式 其实就是一个字符刷 一个规则 写上r 一个上一号 在这里边 写正则表达式 然后后面写上 你要处理数据 决定的 我接下来要处理的数据 是什么呢 比方说 这个hello 这个word hello word 那么 我接下来 我怎么来去处理 这个用户的数据 是否是以hello开头的呢 只要写上hello 对吧 接下来 你就回撤 你看看 它的效果是什么呢 它呢 就会在这个地方了 产生一个新的对象 如果 你的这个正则表达式 在用match的过程当中 有返回值 意味着 你所写的这个规范 在去检测 这个数据的时候 用户的数据 是满足你的需求的 你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这就是 满足你的需求 就有返回值 要是不满足你的需求 那它会有什么东西呢 打个比方的吗 我接下来把这个 小写的hello word 这个h给它换成 大写的h 来 你再看 是不是它就没有返回值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数据呢 有可能是用户数据 输入的 那么这个呢 是我要求用户的规则 那么我怎么知道 用户输入的这个数据 是否符合我的规范呢 那么你只要看一看 这个哥们 有没有返回值 就知道了 如果有返回值的 核心点 就是如果有返回值 那么这个正值表达是 在去判断这个数据的时候 是判断成功的 能理解了吗 也就是说 这个如果是用户输入的话 用户输入的数据 是符合你的规范的 如果要是没有返回值 不好意思 那么用户的数据呢 就不符合你的规范 就这么简单 那么接下来 咱们只要看一看 这个哥们有没有返回值 是不是就验证了 这个用户的数据 是不是 是符合你的要求了吧 那么 你写什么样的要求 就在咱们接下来写的 那么你想 我刚刚写了个 海漏 写的是小写的 那么将来 就只能判断 是小写海漏开通了 那么我能不能 既判断小写的 又判断大写的呢 好 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个代表 写上一个中括号 这里边写上个大一次 你看 再回车 这变成了什么 以大写的 H开通的海漏 没问题 来 咱们再换一下 以小写的H开通的 你再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了 一说 如果咱们没有这个中括号 里边写上个小写的 H大写的H的话 是不是将来咱们刚刚 要么匹配小写的 要么匹配大写的 是不是两者 不可以同时兼容了吧 但是现在就可以 那么 有人就会说 来这个中括号是什么 这就是正德表达式的一部分 能理解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咱们学正德表达式 就会学到 像什么中括号呀 点呀 星号呀 问号呀 加号呀 以及小括号呀 以及树冈呀 这都是咱们学的正德表达式 这就是正德表达式 好 那么 接下来呢 打开自己的五班图 两分钟 感受一下 咱们接下来要学的正德表达式 是什么 通过这个根本能干什么 用它有什么目的 自己懂吗 咱刚刚都说过了 开始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